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接受了时代杂志的专访之后 他特别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不排除动用美军在台湾的岛内和美国来发生 这样子的言论引发了一个反响 有人将他解读是拜登第五度确认会派兵保卫台湾 针对此来看到的是这位是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苏利文立刻澄清说 拜登对于台湾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并没有改变 这当中我们想要来看到的是 刚刚说拜登说的不排除动用美军 但是有人把他解读是真的会派兵防卫台湾 其实这是两回事 不过有人把他画上等号 苏利文现在也是针对这样的事情来出来做澄清吗 委员怎么看 苏利文的澄清是此地无影三百两 越化越黑 拜登的原文其实是 我有很多人都是各级段 我是把整片段落翻例放在我脸书里面 那翻例不好请大家多包涵 他的原理讲得很清楚 他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代杂志的记者就问他 这句话台湾很多人翻出来 很少人翻出来 他用的是一般的俗语 他说问他说 很多人没有翻出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说 时代杂志问他 你会不会派地面部队 这是第一个问题 布置underground是地面部队 那这个拜登就讲说要看情况 他基本上是问他说 你曾经好几次说要派兵防卫台湾 那你会不会派地面部队 然后拜登讲说你要看情况 可是看情况后面拜登就岔开来了 他怎么回答他 他说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习近平知道 我们曾经同意过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不寻求让台湾独立 我完全照原文的意思翻 然后事实上我们也不会 那我们也不会不防卫台湾 如果中国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 就说中国如果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我们也会防卫台湾 简单讲实际 然后前面讲的句话说 那我们不会寻求让台湾独立 这是一个 而且他讲的句话说 我们也跟周该地区的盟友商量过 因为老先生讲话有点 有点的措施不是那么严谨 然后时代杂志就追着问 时代杂志就说 所以我可以说 美国不排除部署部队到台湾的可能性 直接问了 当有入侵的状况 然后拜登就讲 不排除使用美国军力 这有一点差别 看要部署陆军空军还是海军 因为他问他是部署 deployment 他直接讲说 那要看有个差别 就是到底要部署陆军空军海军 然后时代杂志就追问他 所以你也许会从菲律宾跟日本的基地攻击 是这样吗 时代杂志就问 拜登讲说 我不能掉入这个问题 你会有很好的理由批评我 如果我真的告诉你的话 开始把问题跳开了 我就把原文翻译给大家听 发现双方便是个语言上的交锋 我们确定第一给拜登说 听了好累 对啊 老先生讲话嘛 到底要讲什么 老先生讲话说 我不让台湾独立 但是我 我也跟习近平讲过这个 那我们历届总统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讲 我们历届总统都同意这个观点 不只是我 那所以可是呢 如果中国单方面 要改变现状 那我们 不会不派兵访问台湾 不会不 因为我们这绕了好大圈 那 你要不要从菲律宾 调步 他就不回答了 那你要用什么军队部署台湾 也没有回答 他说要空军啊 陆军啊 看情形 所以自由时报是故意把他说 我会派陆军空军海军都去 要不是看哪一个军种我会挑 其实美国也不用解释这个 因为解放军的立场 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第一个 我要能够在西太平台击败美军 这是一个前提 不管你什么军种来 我要能够击败你 那至少会给你美军带来很高的成本 那第二个 我要打下台湾的时候 我就会不惜代价 他基本上看得出他演练两个前提 不惜代价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说 哎呦我护国神山 护你的头 打了所以管你怎么护国神山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很多案例 当这个荷兰要崛起的时候 用军队打败什么 葡萄牙 当这个西班牙要崛起的时候 没有打仗 和平的跟葡萄牙做势力范围的切割 但是英国要崛起的时候 先打败西班牙 再打败荷兰 所以英国就创下日不落的帝国 中国要崛起 美国不让它崛起 其实以这样两方面斗来斗去 久了就会开战 就不用怀疑 那你说我科技战什么战什么战 有人问过 昨天有人问过 很简单啊 大陆撕下一招啊 打台湾什么战都结束了 对啊 什么封守战啊 什么战都结束了 为什么 你必须来跟我说哈 那一说哈的话 你知道你美国在西太平洋输了 什么封守都不见了 这是一个 一个必须 这个走向这个道路 是一个很悲惨的道路 可是我们看得到 这个状况是可能会发生的 大家就要保持警觉 好 刚刚委员特别讲到 可能会打台湾这件事情 那其实在这次拜登 他接受完专访之后 马上对台有14度的军售 包括了这一次 有特别讲到的总价值 3亿美元的F-16战机 的零件设备 那针对此 我们看到国防部长顾立雄 他也特别表示了 拜登谈话将成了台湾重要性 而台湾首要做的是 自我防卫的提升 来请教老师如何看 拜登这一次专访后 马上对台的14度军售 刚刚讲到 F-16战机的零件 可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吗 是这样子 其实整个看来 其实拜登这次的一个讲话 其实也是一个常态 新常态 因为从我想1949年到现在为止 75年 其实美国对两岸的立场 就只有两个 一个当然是维持现状 就是一个中国 然后台湾不独 中国不武 那此外又有一个防止现状改变 那什么现状改变 那当然是要提供 这个嚇阻的防卫武器 还有这个反对单边来改变现状 那至于中国的反应呢 当然就是一个要触统 就是一个中国 然后一国两者九个共识 还有所谓的反毒 就是反对台独 然后不放弃使用武力 还有反对外力的介入 所以在中美这两个基调的 一个影响之下 那当然拜登这次的对军售 他其实也在履现 他的所谓的防止现状被改变 那因此呢 不管在这个军售园里面 当然还有F16战机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他的意图也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维持 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贯性 那此外呢 他还要当里面的内容 大概是强化他的这个战略威责 因为提供台湾这个防卫性武器 那当然台湾就是一个刺猬 所以他当然就能有对中国 如果说他采取对台湾武统 至少会忌惮 或者说他认为会发 会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让他确战 那当然还有一个稳定盟友的信心 包括台湾日本菲律宾 包括韩国 现在呢其实都是他的盟友 如果他不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一个防卫的话 那显而易见的这些盟友就会失去 对美国信任 那当然还有回应国内的压力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11月份要到来 所以呢其实现在整个一个朝野 当然共和党跟民主党 包括他们的这个民众 其实都非常支持台湾 因此呢这三个情况 他当然要所谓的进行一个 这个武器的一个销售 那当然对中国他一定有他的反应 那当然其实每次这个军售 那中国总是会提到强硬的反应 或是用这个经济的手段 或是国内的宣传等等这些 来做个反制 那所以看起来呢 其实这次的一个专访 然后迅速对台湾进行一个军售 那我是认为呢 其实也是在凸显对台湾的一个 安全跟战略的一个承诺 那当然这个也要会 对台湾有一定产生一定的 这个所谓的增强对中国一个威势的效果 那也稳定这个亚太盟友的一个信心 那至于中国 那可能会提出会更多的手段 比如说又军演啊 又是这个 又所谓的飞蛆作战等等这些 其实呢 这可能会引起所谓的安全困境 因为两边都在对台湾 施予这个军事经济外交的一个加码 那会这个危机会悬逻式的一个上升 那其实也是我们台湾要去 硬硬跟反范 好 一边美国强化对台湾军事上面的协助 刚刚老师讲得非常多 另外一头 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它再次老调重提 唱衰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最近又讲了中国经济的崩溃论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很久 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 又再讲一次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讲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再提 是选举语言吗 店长您用怎么看 这个一定是选举语言 可是我先这样讲 在我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 我大约分两类 尤其中美各式一个代表 美国主要就是金融 它早期是各种实力都很大 但是它现在主要在做金融 那是轻松的 容易赚钱 大家搞金融的都是每天西装笔体的 手都是伸出来都是细皮润肉的 那还有一类就是制造业 中国就是制造业 现在从一直做起来 制造业你给他想象就是一个很辛苦的农夫 那个手伸出来都是那种简啊什么的 这两种行业 谁容易在一夕之间崩 什么 当然是金融 一定是金融 好比说金融只有一只黑乌鸦 当然你这只黑乌鸦之前要有一些谣言啊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可是你一直撑下来了 结果有一天一个黑乌鸦一出来 立刻所有的 你看看就这样子 它可以很快的就崩掉的 2008次代差一点崩掉 但是现在还撑到今天也不容易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中国的所有制造业 你看它的造船 高铁 什么什么盾购机 挖隧道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一些很辛苦的一些行业起来的 就像在我家前几天那个 我杀窗 那个坏了 我在修 我蹲在电脑修 一身大汗 第二天躺一天不能动 为什么 是 太辛苦了 我们只适合坐在电脑桌上 打打打打打打 制造业就是我说的这个 你一旦离开了制造业 想再回去很困难 这是我说的 那为什么美国这样 这个拜登讲这个 选举到了 真的选举是一个最大的变数 我觉得 很多事情你说它会不会怎么样 随着这个过去 如果说两个人的竞争 越来 拜登跟川普越来越近 不知谁 输死谁手 越讲会越狠 越讲会越无厉头 因为川普如果说都会被关起来 走着瞧 他只要被输他就被关 赢了就被赛 拜登输了 是一托拉股的那一大堆 通通失业 所以大家都在现在拼命 所以等着看 这个如果拉开 当然就比较好 就不会再讲这些 莫名其妙的话 只要再接近 越讲会越凶狠 是 谢谢 谢谢建长补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最近我们持续聚焦在海上 美中的军事在海上面的 一个大PK 这是来自于最新的 商业卫星图像显示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中国大陆的海军大连的造船厂 已经让第十艘的 画面上您看到这一艘 055的型的驱逐舰 正式的下水 那我们也来看到说 如果按照美国的海军航母打击群编制 这边是说 由一艘航母搭配五艘 伯克级的驱逐舰的话 来做推算 那么中国大陆 如果你有三艘航母舰队 要跟美军抗衡 大概是需要15艘 特别提到的是 15艘的055的驱逐舰 展望未来 中国大陆如果 迈向四艘的航母 那势必就会需要 这边做了统计 要更多更多的055型的驱逐舰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055驱逐舰 后续还会再持续增舰吗 那055型的驱逐舰 可能会发展到 多大的一个规模 大中老师如何看 对 我们想055驱逐舰 万顿达驱 它的满水量 大概是一万三千顿 那长一百八十公尺 快二十公尺 的确是一个海上的旁韩大物 那一直是由大连 跟江南造船上所建造 那它的第一批次 已经完全成军 包括南昌舰 拉萨舰 安山 延安 无席 尊义 鲜阳大连舰 那现在是所建造是第二批次 因为通常第二批次 第二批次的船来讲 比较新 会有一些改良 或是有一些 增强跟调整的地方 所以加新舰 保定舰 未来还会有 那有一说就是 一般判断可能 第二批次的八艘 在2030年 也许速度快的话 一切顺利的话 就会完全成军 所以到时候可能 中国大陆海军 就有16艘 055的万顿达驱 那他所面对到的是谁 面对到目前 假设以美国为家常敌 因为美国的海军 目前还是有巡洋舰的配置 迪康特洛加 但他比较老 慢慢要淘汰掉 那还有所谓的74艘伯克级 伯克1 伯克2 伯克3 大概有70几艘 那目前美军是想要去 大概建造18到20艘伯克3系 那伯克级的 虽然也是所谓的 美国定义式驱逐舰 它的盾位是比055要小 大概8000多吨到9000多吨左右 一般来说 它被视为是美国海军 这建造时间最久 因为它横跨上世纪到现在 未来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 伯克3级 所以05级对的就是 所谓的伯克3 这样的美国的 从上一世纪到现在 不断改良的军舰 那不管如何 目前来说中国大陆海军 未来的这个编制 主要水上上散立的 4到6艘航舰 那6艘075 两栖登陆机 两栖攻击舰 16艘刚讲的 05万顿大驱 40艘052D 再加上50艘 所谓的054AB 所谓的护卫舰 牵不管水下战力 对比的是美国什么 因为美国最近几年 比较紧张跟忧虑 因为它在主要作战舰的 建制的数目是 落后于中国大陆 所以目前美国有所谓的 2045年建军计划 目前来说 美国的主力的舰艇是 2024年290艘 它希望能够在 在2045 2050年的时候 能够达到350几艘 那它的配置带是 包括水下战力 就是 大概有12艘加66艘的 所谓的这个 哥恩比亚级 这个战略 赫兹东尼潜舰 跟维基尼亚级攻击潜舰 12艘航舰 应该比现在多一艘 96艘所谓的巡洋舰 跟军方舰 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 伯克级 最新还有所谓的 星座级军方舰 大概有50艘 大型跟中型的 两栖作战舰艇 以及82艘 后勤舰艇 但是有个地方也很重要 美国的规划 还包括150艘 水面跟水下的 这个无人载具 那目前 这是美国未来 全方位所要建造的 舰队规模 主要当然是抗衡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过去20年的 这个造舰速度太可怕了 是像下小子一样 美宁的这个船 新的船 浮衣下水的数量 可能都比 远比欧洲主要 先进西欧大国的 总和来得多 比上 美中都在比 这个海上的舰 对谁比较多 越来越建造 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刚刚除了老师帮我们提到的055型驱逐舰 老师还帮我们提到另外两个是052D驱逐舰 说最近又增购了11艘 另外提到的054A的护卫舰也在增购20艘 我们看到未来三四年内 这个解放军的部分都会来完全的做交付 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驱逐舰跟护卫舰 两款舰挺优势 我们请议员来带我们看 我们要先理解在现代的军舰建造时间非常的长 即便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已经比较熟练了054A的护卫舰 从开工建造到下水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再加上一年多的时间再继续训练以及整备 所以总共需要两年多时间 那么在战争初期一旦真的开打 海军当然是仰赖现有的战舰 那战时你不可能说立刻建造一个新军舰 然后马上用来作战 所以实际上一旦战争开打 海军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纯量 拼的是我现在有多少的战舰可供使用 而不是我所有的制造的能力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即便已经有了 比较先进的055型的驱逐舰 还是要多采购 多制造052D驱逐 以及054A的护卫舰 就是因为它们虽然不是最先进的舰艇 但是呢它们是中国大陆海军最成熟的作战舰艇 就包含它的建造跟训练都非常的熟练 而且呢就是它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增加可以作战的舰艇的数量 它才能够平均上提高它即时的战斗力 虽然这几个舰队它不适合用于远洋的作战 但关键就来了 就是它是在近海防御 然后来巡查跟警戒的任务的时候 都能够发挥比较灵活的相关作用 而且呢就是一方面它是基于舰队结构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两款舰队也都有它各自的特殊 像刚刚说的052D驱逐舰呢 它当前呢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海军作战的重要支柱 有先进的防空反潜和反舰能力 甚至呢也可以同时对付多个的空中和海上的目标 而且规模比较小也适合大规模建造 054A的护卫舰呢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 性能比较出色 它的反潜跟巡逻能力也都非常的强 所以现阶段它之所以要大量的制造 这两款其实也传递了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也就是说中国的海军正在积极的 很主动的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压力 来迎接外部的军事威胁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海军打的就是存量 我现阶段我为什么要像下饺子一样越下越多 就是因为预测到未来的冲突在所难免 那么到时候当美国的军舰数量下降 而大陆的海军舰艇舰队上升的时候 那么相较之下这个差别就一目了然 好 除了比刚刚说造舰速度最重要的 还有它的存量到底有多少 我们继续来看它共军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于美军来说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压力 像这个 我想我们看美军的部分压力 可以想象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军力 众所皆知它现在已经第一名了 已经赢过美军 现在在总体的中美的部分的对峙 但是我们要从个角度来看 对于美军的压力是什么 压力从来不是个地域或是大家 你有多少武器我有多少武器 你有多少军费每年我有多少军费 而且那个是压力时间点 所以压力时间点现在大家在国际上 大家在看就2027年 也就是2027年之后 中国大陆是不是武力犯台的 这种所谓军事的这种思路 或在军事的准备 因为你每一年你都在舰艇 但是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未来一个最关键的时间点 你设定在哪里 所以现在众所周知现在都在设定 2027年中国大陆最有可能犯台的一个时间点 在整个印太 整个亚太 包括第一岛链这个过程里头 美军所要承担的压力 或中国大陆现在响啪啪啪 什么东西都在舰 那这个东西为了什么 首先我们首先来看 眼前的部分都知道 台海的对决 在一旦第一岛链发生有真正的这种历史性的 很重要的所谓对于台湾的发动战争 毫无疑问的最大关键是海军 它是以海军带动空军跟最后登陆陆军 它跟我们在乌克兰当中看到的陆军在对抗 那么火箭军等等的 就是说飞弹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整个结构不同 所以海军一直就是台海 或第一岛链当中最大关键的核心军种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这是我们都长期知道的 但是此刻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一两年当中很多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部分 中国大陆在南海当中 所谓中美飞之间这方面的缠斗 虽然是海警的部分 跟菲律宾当中一些渔船 或带来各自军事演习 可是众所皆知 甚至前一阵子 在还没有围绕军演之前 大家都甚至认为 哇 可能中非之间海域的部分 是更危险的 所以在这里头 各位 中非海域当中 它可能就不见得是 所谓航空母舰的战争 它更多的是像驱逐舰 像刚刚讲的052D这种昆明级 或054A 那么现在可能也 最近中国大陆加定了31辆 31个 31骚 这两个原来已经要停产的 就像刚刚和您所提到的 它就训练舰制当中很快 而且要把054A 更把它的武器翻译成054B 大家现在公认说 它不会是054A旧的 旧的不能舰艇 它在武器系统方面 都会有所改进 只是说这里头的运作 员工要在哪里睡觉 吃饭干嘛 操纵舰哪个地方 这个都非常非常熟练 而且我所看到 就像刚刚和您讲的 一般过去来讲 可能你训练的这些官士兵 在舰顶上需要时间 但是你用052D 或054A或B的部分 会更快 更加速 可能只是新武器的训练而已 所以简单来说 实际上要知道 整个进来的军力当中 美国方面 之前都已经说 中国大陆接下来 包括前舰会有65艘 美国方面的情报 提到 中国大陆没有承认 也没有表达 但是以这样子的规模 前舰的护卫 也需要类似像 昆明级052D的这种驱逐舰 来护卫 南海也要 还有钓鱼台啊 不要忘了 钓鱼台当中 一旦真的打起来之后 第一岛链的东西 需要的海军军力 不是只有这几艘和航母舰 需要的驱逐舰 真的要这样饺子这么多 可能还都不够 再搭配还有火箭军 整整整齐的相关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要回头口外看 什么时候是美军的压力点 中国大陆的 无限级的部分的扩大 还不止包括导弹 他们火箭军 也在同时进行 也不止支对台湾 包括钓鱼台 包括菲律宾 这些特别设定的时间点 2027年 所以这个部分的压力 要从时间点来观察 中国大陆到底 现在对于军力的投资 只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吗 只有美国情报当中 分析的这些吗 恐怕比我们想象中 可能还会更多呢 好 所以我们持续要关注 在这个海上的武器部分 还有2027这个重要的 这个关键年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是说 刚刚上这个特别提到的南海 最近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布局 动作也相当的多 那最近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呢 中国大陆正在建军海 南岛上两座海军基地 所以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基地的建制 好 这两个地方叫做榆林 另外一个是隆坡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卫星画面显示 中国大陆大幅的建军 在这边的一个设施 还有码头 可以让12艘的潜舰 进入基地里面做停泊 还包括可以停泊 核子攻击潜舰 好 都是在为台海冲突 来预作准备 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可以为台海 还有刚刚提到的南海 这两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带来多大的一个挹注 大宗老师如何看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榆林基地 本来就是中国大陆 很重要的一个海军基地 不管是对停泊水面舰 还有主要是潜舰 因为我们看地理位置可以知道 从这个榆林 这个海南岛往南走 进入到南海 基本上这个地带就是 因为比较难被 其他国家所侦测 因为海够深 那所以这一次所征照的一些 一些画面里面可以看到 包括机场跑道 这个海军军港的码头 潜舰的设施 甚至机库等等 都有很多新的一些设施 那其实这样的新闻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并不罕见 每隔一两年 都有类似的新闻跑出来 对 这只是代表说 因为榆林当然只是中国大陆 众多海军基地重要的一环而已 其实应该是全方面去做用作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说 对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记得 上个月有举行所谓的 美国海军联盟会议 研讨会 那时候跟台湾还相关 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力部长 在演讲上有特别讲说 他意思是 因应美国的挑战者 大概只要指的是中俄 所以代表说 美国目前来说 海军的这个建造能量 跟数目是不足 必须要迎头赶上 加大投资 加大预算 快速生产 而且还要跟美国的盟国 一起去合作 这样的工业生产力 以及维修能力 所以我觉得 因为海军的建设是长城 需要大量的钱 但是我觉得 目前美中两国各有优势 因为怎么说 因为中国大陆有后发优势 包括它造舰的速度 等等运用的科技 但是美国毕竟 它是个老牌的海洋强权 它以操作潜见而言 它历史非常非常悠久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 它比较强的地方 就包括 因为如何运用这个航舰 我觉得美国的经验 比较丰富 因为它的航舰 以前是战斗群 现在打击群 那目前就要看 中国大陆 现在极起直追的速度 有多快 我要讲的是 它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它后面看不到的是 人才 技术 科技 这个是真正绝死雄的关键 是 好 同样一个问题 汉庭议员如何看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导 然后随后就分析说 你看它是为了要 因应潜在的台海冲突 甚至是在挑战 美国在该地区的制海权 然后实际上 中方的扩建 并不是单纯为了台海冲突 所做准备的 事实上它本来就是 中国海军在 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叫做南海大后方的战略 其实从十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提出来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两岸关系是非常和平的 那么另外呢 要说叫挑战美国的制海权 也不对 因为呢在中国的立场 南海本来就是中国的 那么在我们的立场 这个立场是中华民国嘛 所以为什么要在海南岛 当然是因为它的军事地位 以及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部署基地 扩建机力 它当然就可以提升 整个海军力量的投射能力 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力据点 然后把军力部署在这个位置 就能够让军力能够辐射到 整个的南海地区 对于要保护国家的海洋资源 或者呢是一些其他受保护的国家 也都能够起到相对应的作用 因为也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 所以当然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 对中国来说当然越来越重要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海南岛基地的强化 也有助于海上的整个的贸易路线 然后呢对中国到来说 跟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 跟国际合作 都是有利益上的帮助 所以它不仅仅是单纯因应 所谓的台海的这个冲突 它本来就是中国海军现代化 重要的一部分 为的是自己国家的常人利益发展 当然在一方面 也是增强了潜艇的一个隐蔽性 因为解放军的水下力量 就包含像潜艇 它就可以透过航道 进入到南海的深处 那么它的行踪就会更难被追踪到 而且呢也能够海南岛 作为潜艇的重要的补给基地 能够有更多的维护啦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补给设施 那当然啦 是因为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我们才会觉得 它似乎可以为未来的两岸冲突 做好准备 那虽然可能十多年前提起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南海大后方没想到 但是可能未来真的会派上用场 谢谢 谢谢汉庭议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关心到今天 要来看到的是海上的跟空中的军事竞赛 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海军新闻的报导 说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说 中国大陆啊 现在海军的第十艘 我们看到它的万顿大驱 也就是新型的055型的驱逐舰 是已经在大连的造船厂 已经下水了 那同一个时间呢 其实正在打造的还有的是 第六艘的052D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 中国海军所有的新型飞弹驱逐舰 都是在大连还有上海建造的 那我们现在最新看到 打造的新的这些战斗机战斗舰 也都是在大连通常被称为大孤山的二场来做进行的 好我们现在看到如下水角一般 我刚刚提到了两款 这个055还有052D型的驱逐舰 都刚好承担什么样子的一个不断下水角 再继续的建造 又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作战任务 中国开启新一波南水海军背后 有什么样的战略构想 张静老师 我想诸位必须要了解 这是055型跟052D型 这两种舰型 它的基本任务职能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两种舰型 在配合不同的编队之中 譬如说跟27母舰或者航空母舰 相互共同编队而且纳入它的作战序列的时候 它的任务值也会不同 但是假如这两型舰它自己担任兵力序列之中的编队的核心的时候 执行反潜水面打击防空哨戒 这个雷达的哨戒或者说是护航或者水雷作战的指挥舰 或者这个对地的打击舰的话 那它的任务值也不同 我们把它想象成说这是两个两型舰是个优秀的演员 但是在不同的剧本之中 它有的时候是主角 有的时候配角 只要它能势如其分 把它的那一段剧本演出 那它就是成功的 那为什么如此大量的造舰跟下饺子下水饺一样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面对当前的战略环境的变化 以及对于这个两岸的形势有它的焦躁感跟急迫感 所以它预期可能会发生跟主要强权之间高强度的冲突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消耗跟战损 那假如这种最糟糕的状况没有发生的话 它也有意要经略海洋 要扩大海洋军事活动的范围 所以也不外乎这几种原因 所以它才会积极的造舰 但是从这个积极造舰的过程 这种产能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惊人的战略喝足效用 也让它去口口声声 跟它去竞争的强权 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 好海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战略喝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 这张照片是来自于沈阳的一架原型战机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正在重新研制的是它的歼35战机 而且这一次是做陆机版本的 这个是FC-31 好过去中共研发歼35 主要是在这个航母的舰载机的版本 现在我们看到特别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它重启了陆机版本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和现在传出和巴基斯坦要购买歼35这个计划有关系 我们也在思考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它自己的内部已经足够用了 所以才可以开始来做外销吗 李老师怎么看 是的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们就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共现役 我们也常常看到了 像歼16就有300架 歼20现役有250架 那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本来这个歼35它是要做这个 也要做海基版 就是航母上起飞所使用 那我们这些前阵子也是在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这个福建舰它到底会造几艘 因为当然有一些争论 还有提到什么核能的 这个会不会建造核能这种类型的 但是以一些研究的显示 就是以中国他们 就是中国大陆它做这种武器 它其实常常会大家讨论忽略一个时程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个时程 事实上大家常常讲的很轻松 说像在下水角一样 是形容它的数量 但事实上他们从立项到能够成军 其实它都是五年到十年的计划 那回到跟这个问题什么观念呢 因为事实上 披露出来的资讯是显示说 如果假设还有两艘的福建舰 这个要下水的话 那每一个福建舰它的编队 预计原先是各两个中队 就是三十架 那其实这样看起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它现役的数量 它在研发 那我们刚才提到巴基斯坦要采购 这个会有点类似美国 就是F22它本身使用 但是F345是作为出口跟外销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有自己国内自己所使用的 也有外销它所规划的部分 我们持续来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呢 抢先把尖三五卖给巴基斯坦 在战略上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 是不是也跟这个要包围南亚大敌印度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 也有一些战略上面的冲突 那中国跟印度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大前委员 中国大陆其实跟巴基斯坦过去就有很密切的互动和关系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的这个结盟的态势是很明显的 那你说中国大陆这一次要卖尖三属给巴基斯坦 当然一方面是协助巴基斯坦能够牵制印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认为中国大陆恐怕有更宏大的这个布局 就是刚才我接着张庆老师所做的评论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最大的对手是美国 他现在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试图在印太战略当中 做一个对应的相对的这个措施 不管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军舰 现在这个快速的不断的在建造 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这个围堵的压力 就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而且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就一定是来自于海上 所以不管是这个西太平洋或者是南海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 未来他都预期到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冲突 所以他必须准备一定的实力 不是说他要去侵略别人 但是他总要自保 那同样的在这个战机的这个建造过程当中 也役附如此 就是说中国大陆他在做歼35在做高性能战机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注意一下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所部署的都是高性能战机 美国未来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防守第一岛链 减少他的人员的这个派驻 所以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建造歼35 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那么巴基斯坦跟他本来就是有这个兄弟伙伴的关系 所以他把高阶的高性能战机卖到这个巴基斯坦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这个协助巴基斯坦 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以牵制住印度 牵制住印度不是为了印度而已 牵制住印度是为了美国 是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度在中间 美国预期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巴基斯坦这个牵制住印度 自然就会降低印度在这个配合美国的行动上 他就有更多的顾忌跟考量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今天要研发高性能战机 我的成本效益也要考量一下 就是虽然中国大陆有很强大的国力跟财力支援 但是毕竟如果我的高性能战机 也能够顺便卖给一下我的盟邦 这个赚一点这个收入 对我接下来再做其他的开发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第三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说 其实中国大陆类似像美国 美国高性能战机卖给谁 卖给他忠实的盟邦 不要说谁听他的话了 谁配合他美国才卖给他 美国对谁有疑虑美国就不卖了 美国向来就是拿这种什么F-16 这种战斗机来做交换的 那么同样的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能够有高性能战机卖给巴基斯坦 将来我相信 就是说这个战机性能如果很好 那么其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家 希望能够向他采购 那他手上就多了一个筹码 是好美国不断 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的 就是为了要对付美国在背后的崛起 所以我们也要持续看到 他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 派驻了越来越多的战机 那也是刚刚大前委员提到 要减少人员在这边 需要大量的进驻 除了我们刚刚关心的F-35之外 我们也要来关注的是 另外一架是歼20 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新闻报导 说呢有一个卫星影像显示 中国大陆将六架 他的歼20的战斗机呢 都部署到 这个地方是西藏 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空军基地 叫做日克泽空军基地 画面上我们带您看到 那这个基地其实呢 离印度的边境地区只有 150公里左右 过去歼20战机不常会 进驻在这个地方 这一次在这边部署是非常罕见的 也代表说现在中印边界 我们可以看到军事的威胁 正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吗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张静老师如何看 那我们也看到说 歼20部署到这边 一边是有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中国制的歼20 另外一边 印度的部分 从法国所进口采购的 标峰战斗机 未来会不会来对上 那如果是这样比的话 谁占优势 张静老师 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就是歼20啊 就进驻到西藏周边的空军基地 不是始至于今日 老早就有 它这个是所谓的叫做轮战进驻 就是轮流战备 然后进驻 然后一段时间 在那边活动完之后再有 它没有啊 就是经常性的进驻 假如真正已经到达 经常性进驻 你必须有配套的 相关的厂务跟后勤的资源的 这些啊 就是部队的进驻 而且这些的设施要建立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不必啊 就是断言说 这个两边的这个 这个紧张情势是在升高 但是呢 您既然提到 印度那边的所谓的 这个飙风战机 印度哈姆朗当 总共只进了36架 而且这是完全客制化 它叫做Rafael DH是双座机 Rafael EH是单座机 总共只有28架单座机 跟8架双座机 然后分在两个基地 那离日克泽这边啊 在印度的西北方的是 Ambala的第17中队 另外一个是远在啊 这个东北部啊 就是靠近啊 这个西基纳那附近的 就是哈西马拉的101中队 所以这个假如说 今天说两边能够对阵啊 大概是Ambala的 Ambala这个17中队可能 那它配备的 当时啊 这个 印度买了250发的 这个所谓彗星飞弹 它的射程跟啊 这个歼20上所配备的 这个PD15啊 两者啊 这个距离是相当的 但是呢 毕竟啊 所有空战是整个组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啊 这个相关的资讯显示 他进驻之后啊 他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 在本场那边飞行 他有很多啊 这个就是很高强度的 沿着边界的啊 这个做的一些战术任务 其实呢 这个印度方面呢 也没有办法拿出筹码 跟它对阵 也就是它在那边飞了个半天 印度呢 这个飞机就是其他 较比较低劣的战机 三三来迟 然后做个马后炮的回应动作 所以呢 你光从它的整个部署的样态 以及执行的任务 就高下立判 来关心的是 美国对台的军援进度 还有新任的两岸的这些 两岸的新任的国防部长任期 将会把两岸关系带到何方去 现在看到是来自于 美国的国防新闻周刊 五月底所做的一个揭露 美国国防部为了加大 对台湾的军援效率 还有协调性 从2022年开始 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 这个小组 我们画面上看到 它叫做高级整合小组 台湾 然后呢 小组的成员 有来自海陆空 各军种 印太司令部啊 采购 还有保障办公室 这个小组 之所以特别是一位先前 其实呢 我们看到美国 只曾经为伊拉克 阿富汗战争 还有俄乌战争 建立过类似的小组 但是这一次是五角大厦 首次为非战争伙伴 组建了一个高级整合小组 所以真的是比较特别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 为军援台湾成立了这个小组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 交付的这些军购的速度 因此加快怎么回事 美国过去刚刚提到了 为这几个有战争地区的 国家建立了小组 那为什么 帮台湾这个部分又是怎么一回事 蔡委员如何看 这种小组是美国官僚系统里面很常见的 他如果觉得哪一个东西不顺的话 他就会去搞个小组 所以国务院里面有很多的小组 国防部里面有很多的小组 你不必把它太当一回事情 即使有了这个所谓的高级整合小组 对于美国军售给台湾的三样事情 都没有办法达到了如他们所愿的地步 第一个军售给台湾的质量能不能提升 因为决策不是他们 所以他们也只能做幕僚作业 第二个数量能不能增加 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 第三个供货速度能不能加快 那更不是他们的所能够执权的范围 质量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过程 现在韩国都已经拿到F-35了 台湾呢还是F-16V 对台湾的空军来讲 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 是到底台湾空军的飞行技术太差呢 还是什么 还是担心F-35被开了 你就飞到大陆去投诚是不是 还是什么呀 还是有很多的考虑 对不对 不然就说台湾所拿到的 这些美国的空军的武器 基本上都落后于韩国 甚至落后于日本 那再来防空武器呢 虽然有比较先进的爱国者 可是好像爱国者 也是多年以前的武器了 所以我们可以值的方面 要提升跟这个小组没有关系 有更高的人在做决策 第二个呢有关于数量 数量的时候给台湾经常 数量也是七折八扣 不如给美国的 不如给韩国跟其他国家的 比如说鱼叉飞弹等等的 数量也都打了很大的折扣 再来供货的速度 供货的速度 我倒是比较同情美国 因为美国第一个 它要军售武器很畅销 要供应很多国家 那包括台湾的很多导弹 都还排在中东后面 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谁比较有钱嘛 那第二个 也是一个很现实问题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殊的制度 其他国家很少见 就是说今天美国的国防预算 通过了 比如说六百亿七百亿 要买武器 不管这武器是美军要用的 还是乌克兰用的 还是在台湾用的 很多参议员就来说了 你这个订单 怎么都是在借大使那一周 跟张将军那一周 我这一周怎么没有分到 那好啦好啦 就去协调 即使承包到了 是波音或雷神 他也要想办法弄一批订单 到我州里面来 要不然我这个州的选票 你拜登自己看着办 所以美国就经常出现一个状况 我有一笔大订单 我要开始拿 然后就很多州就分散出去 一种情形是逼得 那些军火公司要跑那个州 硬生生拉一条生产线 二则 就是领祖剑应该在那个州里面采购 那个州又没有适当的产品 所以拿来的话 这个良幼不起 然后三啊 等到所有的领祖剑 送来要去组装的时候 偏偏有几个领祖剑还没到货 为什么 他敢不来 要么就是劳工不够 要么就是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所以美国的军火商 看起来是很华丽 因为设计啊 各方面考量啦 实验都很好 可是进了富租生产的时候 这种我们在数以上叫寻租 Rain Seeking 就是有福同享 通过那么大的预算 我支持你通过那么预算 我的州没有的话 我选票基础在来自哪里 我的金主都未被你满足了 我怎么能够放你过关 所以你这种影子经常会看到 为什么买美国的 5G有时候会特别贵 跟这个就有关系 所以你这个高级整合小组能够 处理美国政治制度底下 所产生的特殊的分账政治吗 这个太难了 这不是一个官僚体系里面的文官 或者武官能够做决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讲 这个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 军够的质量速度 帮助非常有限 好 美国军援武器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复杂了 包括里面的政治考量等等 我们持续来看美方现在进气起来 台湾那方面又做了什么 国防部长布立雄 他证实会来仿向美军的国防创新单位 他说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画面 他说要成立先进国防科技小组 并且呢会有顾立雄自己来亲自督导 目的是要投资等级5哦 以上的这些成熟科技项目 好 这些纸的武器 包括我们画面上看到 新型无人机船舶 以确保台海防卫达到不对称作战的优势 这位顾立雄是文人国防部长 有法律的背景 成立这次小组 学的是乌克兰人要搞无人机船舶 顾立雄找到他发挥他自己的空间了吗 我们来对照中国大陆的部分 他的防长是董军 背后有的是军方的背景 包括他曾经是 我们来看到的是解放军 海军司令部的军训部部长 还有北海舰队的副参谋长 两位两岸的国防部长 各自有什么 他们的优点擅长发挥的空间 张军怎么看 董军因为他是国防部长 中共的他整个的组织结构 跟我们台湾完全是不一样 他是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 军总组建 那国防部长所扮演的角色 是关军政跟外交 是军事外交 所以这是向哥里拉 你看他再一次过去 因为这个军事外交是国防部在管 他跟这些台面上的各国的 这些国防部长就在做互动 那真正抓实权的 我们叫做中央军委会的联合参谋部 这个东西他就是管所有这些 军委管总 这些所有的总部 陆军总部 陆海空火箭军 都是这些中央军委会在那边管 然后战区主战 我们台五个战区 东南西北中部战区 中部战区内上是战略预备队 东部 北部 西部 南部都有他的一个责任区 那中部的话 除了首都位数之外 就是战略预备队 针对这东南西北的四个方面 他做一个战略支持 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董军他是海军出身 那海军出身 一般来讲中共的国防部长 大部分都陆军 那海军出身的话 毕竟海军出身 为什么要知道 因为要管军事外交 海军是国际兵种 海军所有的那个 阶级 全世界是一样的 你一个少将就是一出一戏 中将一出两戏 上将一出三戏 帽子开的花都一样 你出去看 大家好像都一样 全世界海军都规计是白色的 中国大陆海军也是白色的 没有说一个 另外一个海军 因为海洋是蓝的 蓝水海军 我们蓝色的海军的军服 没有 没有 全世界的海军的军服 全部是白色的 连皮鞋都白 连帽子也是白 全身雪白 是这个样 这个国际兵种 所以董军对这个 整个国际事务 国防事务的互动 他比较熟 那当然他也从布列郎出身 在北海舰队 东海军队他都待过 那当过海军司令员 他是在2021年的8月 升着上将 现在2020升了三年 当国防部长 大概也差不多 那现在我们看台湾 孤立兄 孤立兄 孤立兄他法律出身 没有军事背景 那今天的话 那我们现在 从国防恶法通过之后 台湾是军政军令 是议员 那个参谋总长 是国防部的 部长 幕僚长 是这样 国防部长也管军政 也管军令 以前军政 军令二元的时候 这个军令 参谋总长 直属总统 国防部 国防部管军政就可以了 管预算编列 国防预算的分配 就可以了 管这些 包括法律 是这样 那现在 那个郭立兄 也要管军政跟军令 所以他把这个 他没有这个军事背景 把这个释出来 通通交给参谋总长 就可以了 他专专心 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国防部长 要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那现在说 成立一个先进 这个国防科技小组 那以前都有类似 刚才蔡文也有提到 就类似这些 这个小组 非常的多 那他这个 改个名称 叫加个先进嘛 国防科技小组 加个先进 国防科技小组 就类似这样 但是我认为 做的事情非常 第一个 我认为当国防部长 先把招生招募弄好 因为你再有这些 但是你招生 招募不够怎么可以呢 你这样的话 没有 有这些武器 结果没有这些 这些 这些兵员 不管是资源瘀 还是义务瘀 那这都有问题 我认为国防部长 先把这些做 第二个 跟社会的连结做好 让社会更支持国军 但是问题就看 那现在的话 好像国防 国防都是军人的事情 老百姓漠不关心 战机的话 已经到了二十几海里 三十几海里 四十几海里 好像大家都是 那军人的事情 这就不好 因为国防法 第一条就讲得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国防 为全民国防 不是军人国防 不是国防部的国防 是全民国防 在这方面 我认为 孤立雄 要把这个军队 跟社会连结在意 我们军队跟社会 是分开的 半隔绝的 我认为这个要认为 另外一个 社会支持度 社会有没有很支持国军 到目前来看 好像比较淡化 那在这方面 我认为是不是要 他要去做的事情 是这些那么多 因为不要忘了 所有的这些军购 刚才蔡文也有提到 就是说 要向美国争取 买一些先进的装备 既然先进科技小组 是不是向美国争取 这个F-35逆终战机呢 韩国都有了 日本也有了 包括我们在我们南边的 新加坡都有了 我们台湾就是没有 以前台湾最好的给台湾 现在台湾等都等不到 还有一个P-8A的反潜巡逻机 是不是卖给台湾 争取 我们现在 美国没有用P-3C了 美国早就已经不飞了 我们还在用 我们还把它当新的来用 还有一个就是 空中加油机台湾都没有 新加坡都有空中加油机 新加坡720平方公里 台湾的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它都有空中加油机 我们一架都没有 它要做这些 还有军事的 我们讲的人造卫星 科技造卫星 我们都没有 这美国帮忙呢 点点点点太多了 还包括无人机 无人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非常成熟 我们才刚刚起步 我认为赶快要快跑前进 快马加鞭 要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 它要做的事千百种 太多了 从朝春招募 一直到跟美军的这种协调 我认为赶快要跑步跟上 不然两岸的这种军力落差 会越来越大 是 所以我们要赶快争取的 跟美国争取更先进的一个军购的同时 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军购一直不来 但是军火商最近一直来 怎么回事 等一下请大使来帮我们看 27家美国的国防承包商 这当中包括了知名的承包商 洛克希德 马丁 雷神等等 还有一些是无人攻击艇公司 组成代表团 六月初抵达台湾 我们来看到它会出席 除了是有台美的国防产业论坛 还会参访台湾的中科院 汉祥等等 军火商一直来 军购一直不来 台湾的国防钱是太好赚吗 对于台湾提升防卫能力 有多大的一个作用 接到什么间断 让我们了解一下 当然了 这个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如果害怕战争的话 那么多军火商来的话 这不是好事 你这个地方没有军火 没有这个军火的这个生意 这些军火商来干嘛 对不对 当然就是闻到军火的味道 军火的这个钞票的味道 那为何味道钞票的味道呢 就是说这边的战争可能性增加 所以军火商只会在两个地方出现 一个可能打仗的地方 一个可能会买很多武器的地方 那买很多武器跟打仗是连在一起 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么多人来 所以你说两岸关系是不是空前的紧张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指标嘛 这些人都很忙的 忙着赚钱 你没有钱赚干嘛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当然顾立雄部长讲的话 我想他们也听到了 对不对 这个要大搞国防科技的话 那这些国家讲这个钱不赚的话 谁赚呢 是谢谢大使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来赶紧关心的是 美国防长奥斯丁在6月1号这一天呢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时 特别提到了 他说啊 唯有亚洲安全 美国呢 才能够保持安全 他也说了 尽管华府近期专注在欧洲 中东上面的冲突 但是呢 他特别提到印太地区 仍然会是华府的优先战区 这样做美国才能安全 并将会继续的支持台海 维持现状 继续采取一系列 会针对北京的区域威责行动 另外一头我们要关注的是 首次啊 在香格里拉对话亮相的这一位 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 则是针对了美中台现在的关系 发表了非常尖锐的言论 除了批评赖政府 他更见识华府 他还说 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会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董军的发言 请教委员您如何来做解读 是在向美国掏空一周吗 特别我们要来关注到 是赖青的总统520这一次的言论 被北京认为几乎都是获得 美国允许所做的这个言论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关心说 针对台海问题 美方态度是否还是维持一周 不支持台独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委员如何看 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的说 他们维持一中原则 不会跟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的来往 讲了这些 也不会支持台独等 但是这一次的大陆国防部长董军 在新加坡相隔离达论坛就把话调得非常的明白 过去没有这种情形 过去应该有点像那种中国传统话讲三分 哎呀 情留七分 什么事情都用隐晦的方式 不撕破脸 但这一次董军直接了当的讲 有个大国 大国讲谁 大家的心智肚明 他说有个大国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你不断讲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你在虚化跟掏空 然后歪曲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讲2758号 你不断的在歪曲2758号的决议 然后违背两国建交的承诺 当时两国有所谓的断交 费约 撤军 他说你要违背这个承诺 然后不断的抑越 不可以官方交往的红线 你再用官方交往的方式在进行 然后大肆的出售武器给台湾 然后你们这些行径 就是讲的这是有个大国 都是不断的在助长台独的气焰 目的是什么 让台独自我感觉良好 不断的自我膨胀 然后大国的用心 在以台制华 他说你休想 他说如果你这样玩的话 对大陆来讲 这个要处理台独是 摁中捉悲 不足挂齿 注意到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没有看稿子 他讲这个话的话 也没有像台湾某人的读稿机 顺口成章都讲出去了 那他可能甚至担心 现场的观众不晓得什么叫台独 坦白讲他这个担忧是对的 因为那些四面八方的 你就实力难卡 你跟他讲台独什么 他搞不好听不懂 你跟那个很多的国家的外长 他关心自己的安全 他搞不清楚台独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大概观念很模糊 他就不客气了 第一次听到 国防部长在这么一个国际大场合上 他解释什么台独 他说民进党搞台独 在政治上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 跟九二共识 那一个中国原则 他们大概都听得懂了 他说民进党在法理上 不断地修法修宪修规 推进台独 这比以前讲抽象台独更具体 他说民进党在历史上 修改各种历史教材 要否定两岸的历史连结 然后他加上一个 他说两岸的交往上面 民进党不断地设置障碍 阻挡两岸人民正常交往 第五个 他说民进党不断地想要在军事上 以武谋睹 所以最后他说 这些都是加进在推进台独分类的计划 然后他说 再加上外部势力的纵容 鼓动和支持 然后某个大国 就开始讲这个东西了 然后他这个 他说解放军 有能力对付武装台独 过白了吧 你在什么武装 我都有能力对付你 摁中捉杯 不足挂齿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把这个打仗 放在一个担心的位置 他都不担心 所以你看奥斯汀讲说 我有亚洲安全 美国才能够安全 讲这个话要有实力去支撑 大西洋没有特别的大 比太平洋小 乌克兰的安全是不是美国的安全 美国避之为恐不及 他也没有派兵去乌克兰 没有 太平洋比乌克兰还大 我不晓得美国凭什么会认为 亚洲的安全 美国才有安全 然后欧洲的安全 美国怎么样 美国没有安全问题吗 更近的你没有安全问题 更远的有安全 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很差别 就是奥斯汀跟过去一样 都讲空话 讲泛泛的话 讲一些不找边际的话 他说台湾政府换戒 你解放军就给军事压力 这是不对的 他完全不提说换戒 不是因为换戒 是因为换戒上来的领导人 在推进台独 他不讲这个 然后他避重就轻 不就问题来讨论 他是想要蒙混过去 我觉得奥斯汀想 反正我就干到11月 我在那边话 我不用讲太多 能够懵弄一下就走了 他完全不提说 今天台湾如果换戒的政府领导人 不是赖清德 而且赖清德没有讲那番话 换上柯文哲 柯文哲上去讲 哎呦两岸一家亲 我请问你会有这些事吗 对 不可能是 而美国完全不把这个当一回事 不提议以为底下的人 麻麻夫妇就可以过去了 结果现在董军掌握了话语权 我刚才跟他描述了这些话 攻占了全世界所有的媒体 我早就讲过 大陆的官员到各种场合里面 不要老是讲客套话 这些话 就直接了当把话料清楚 因为美国人跟各国人都很忙 没有人会把这个台湾问题 当做什么重要问题 知道你解放军不动则以 一动都要台湾军队 对不起啊 台湾军方更不经一己 大家的共识 这不是我讲的 是CSIS兵推的结果 他说台湾军队撑不了一个礼拜 乌克兰撑了两年 完全撑不了一礼拜 那你就把话料清楚 问题在哪里 该怎么解决 你们在干什么 那以前大陆的 不管是外交 国防观念 从来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从来没有讲这么白 这是第一次讲这么白 所以我是觉得 事态似乎很不平常 董军他是国防部长讲 这一集话代表事态严重吗 我觉得要比较紧张的态度 来看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 以前的国防部长到 香格里拉论坛 讲那些 我们亚洲稳定啊 台独是一个什么 都抽象议题 没有这么具体 好 谢谢谢委员 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在这一场相会之前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得到 局势都非常的紧张 不过在海商的部分 有什么新的部署 大陆的第三艘的航舰 福建舰在近期 开启了他第二次的海事任务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福建舰 辽宁舰同时现身 在辽东半岛 有一个说法是 双航舰现在提前展开训练吗 那也包括了这个双航舰 可以进行跨甲版的飞行吗 如果真的可行的话 战略它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术 可以提高多大的一个战力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它现在先不要跨航线飞行 先直接从陆地的这个基地起飞 这个歼15 歼15起来之后落在这个 我们叫做福建舰上面 因为福建舰是电子弹射 所以一定是歼15T 因为天速尼才有电子弹射 注意到 电子弹射的时候它的前几落架 就是鼻轮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组的支柱 叫做简正支柱 旁边还有一个斜的 这个就是弹射用的 注意看那一根特别粗 为什么 它这个受力直接拉这个 把它弹出去 它这个是斜的 刚好拉到飞机的龙骨 整个弹出去 所以它也没有必要从 我们讲到了 从辽宁舰飞到福建舰 也没有必要从山东舰飞到福建舰 直接从陆地直接飞到福建舰 它第一次海事的时候 在这个上海的外海 这边做航车 这是它对它整个航母 航空母舰的内部的运作 最大的动力 最大的电力输出 在多少 多少千瓦 多少兆瓦 还有多少牛顿 22 应该是22万牛顿 它说腿里是这样 那现在为什么要飞到渤海 那就是我们讲要落舰 落舰 前15T先落舰 落舰之后你才可以弹射 所以一定是前15T去落舰 然后前15T去弹射 因为前15T去弹射 滑掉角度14度起来之后 因为它上面是有那个 我们讲到它的鼻轮是强化结构的 然后再来落在 我们讲的福建舰上面 然后我们有拦截钢索把它勾住 勾住之后可能就是变成 中国大陆 除了美国之外 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弹射 因为美国只有福特号以后才有电子弹射 其他前面都是蒸汽弹射嘛 那蒸汽弹射 这是第二航空航空母舰 福特号以后 美国福特号以后 都是电子弹射 这是福特号第一个 后面还在做 布希号还在做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话 它这个做的话 它会落舰落的 从陆地上起飞 为什么不要这个舰队舰落呢 原则上它还没有 它现在只是一个测试阶段 初级测试阶段 还没有完全初级战备跟全战备 那没有必要舰队 舰队舰落地的时候 这是高强度的 它这个舰起飞 起飞之后 模拟它这个舰有问题了 或者是有 我们叫拦截钢索 突然断裂 没有办法落这个舰的时候 另外航空母舰在那边 去落那一艘 这艘还在抢修 抢修抢救 因为有一架的飞机落舰失败 撞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这种状况 一定会有这个状况 包括美军到现在为止 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这个时候 在紧急情况没有办法排除 刚好旁边有一艘航空母舰 直接落那一艘 是 是这个样子 但是只有 我们讲的只有殲15T 殲15T不要忘了 它是除了 它的后面的水平尾之外 它前面装了一个小的鸭翼 又一对鸭翼 为什么 更灵敏 它更容易操控 是这个样子 殲15T跟一般来讲 其他殲级机的系列 有点不一样 它鸭翼怎么装了一副小鸭翼 因为它好控制 那这样的话 如果是能够 从陆地过来之后 它先完成 这个整个的福建舰的全载测试 将来通落上去 通通训练 殲15T 通通训练完毕之后 将来可能就是殲3速 也过来这边训练 所以我们刚才讲 我们要落在另外一个机场的时候 叫陌生场地落地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都在这个机场 你很熟地标哪里 哪边是木材厂 哪边是这个下滑转弯的地方 哪边是一个夹角45度 非常清楚 你这个地貌 你到另外一个 你的地标参考是不一样 你就要纯粹看牧师判断 飞机的翅膀跟 跑道的夹角 还有这个侧高 你的下滑角度是多少 又不一样 跟你在原来的 原来是熟门熟路 但是到陌生场地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判断 都会有风险 我认为中共 会循序渐进 有潜入深 先由陆地落舰 再完成舰对舰的落舰 好 不过现阶段都还是以 这些有需要 紧急需求的时候 才会来做使用 我们也另外一方面 来持续关注 那在美国的部分 美国军事部署的方面 又有哪一些新的部署 来看到是来自于 美联社的报导 美国在非洲最大的 这场规模军演 是非洲之师 这场军演有来自 36国 大约8000多位的军人 在过去两周 在几个地方 进行两周的联演 这些国家 包括 来看到有图尼西亚 加纳 塞内加尔 跟摩洛哥 好 如何看美国 现在除了关注印太 是不是也担心 中俄在非洲影响力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种辩计 这个非洲之师演习 大概从2004年开始 它是美国和欧洲 非洲多国进行一个 最初是以反恐 还有人道救援 大规模自然伤害救助 等一系列科目为主的操演 但随着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在非洲进逐越来越激烈 我们可以发现 这几年它的规模 逐渐的扩大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 美国在非洲 其实面临中俄 很大的竞争压力 而且以美国目前展开的态势来讲 它针对很多议题 包括经贸 包括军事 包括安全等等 经常是说的多 但做的很少 特别是之前 他召开一些 有关非洲的国际会议等等 其实讲的很多 天花乱嘴 但真正能拿得出实质的牛肉 其实很少 而且就非洲目前的状况来讲 其实中俄在这边都经营很久 比如说在军事安全这个部分 瓦格纳是非洲 特别是西非地区一些内战 那经常扮演一个各国欢迎的一个角色 尤其包括苏丹 还有这个西非等 那瓦格纳援助政府军 针对恐怖组织相关的打击任务 那有很好的一些记录 特别是过去以来 这个非洲很多国家深受恐怖攻击之苦 比如说西非一个很有名 勃克圣地这个恐怖组织 过去就不时传出攻击政府军 攻击政府设施 还有屠杀平民老百姓这样的记录 而且这支组织过去来 据说比ISIS还要凶狠 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武装团体 那另外像中国大陆来讲 在非洲的影响力 过去十几二十年更是有目共睹 比如它唯一的海外基地 吉布地 就是它从事支援雅丁湾货航任务 而运营而生的一个海外的海军基地 那另外在很多国家来讲 都积极与中国大陆展开合作 比如说像这个著名的卢安达 之前因为卢安达内战嘛 屠西族 湖屠族 当时还产生这个种族灭绝等等 但它后来国家逐渐恢复以后 它在经济政策 采行类似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 那另外它在许多军事建设来讲 也积极学习解放军 也因此被称为非洲地区的解放军 复制品 是 从我刚才的描述就可以知道 其实非洲很多国家 在中俄相关的多领域的影响之下 跟这两个国家 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这些南方国家未来其实代表经济 还有很多这个国际 这个整个经贸网路 一个重要的希望和这个资源 输出国家地区 也因此对美国来讲 如何能够力往困难 而且从后面逐渐追上 对美国来讲 它的非洲政策就很有急迫性 也因此这几年 它也重点要经营非洲地区 但诚如前面讲的 那美国要积极追赶 它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但就目前的美国现况来讲 其实它有一点力有未大 是 好 谢谢总编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无论 尽在环球发展前